透过跨系所整合的教学与研究,训练适任各种领域的专业人才,致力于所面临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,解决工业化社会对环境、对民众的冲击所衍生的问题,关怀协助弱势族群。 公共卫生学院配合国家整体医疗保健、环境保护政策、职业安全卫生与健康风险管理的需要,扩展研究范畴,积极培养杰出优秀的专业人员,为中部地区孕育公共卫生人才的主要摇篮,以达到全人健康为目标。 生命科学院成立宗旨,系培育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及生技产学界之研发人才。 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,为本校一级中心。 中心下设基因、物种、生态系多样性组及公共事物组,以推动台湾生物多样性的基础及应用研究。 每一项历史记载,都是我们宝贵的资产。 中国医药大学拥有全台唯一的中医药展示馆,馆藏珍贵稀有的中医药文物。 是一世界级、多元化、多功能的中医药专业博物馆。 本校图书馆、馆藏资源丰富,兼具基础与临床、科学与人文。 由致力于中国医药特藏真善本书。 海内外中医药资讯之收藏,为全国医药大学之冠。 馆内引进各种现代化电子设施,辅助管理与支援教学活动。 并规划有多元学习专区,务求营造一个舒适、优质的学习环境。 我们拥有全国大学校院唯一的中草药药园。 云中栽植五百余种的中草药植物,是培育学生融贯中药领域及中草药生物科技研发之基础。 中国医药大学坐落台中市区,拥有绝佳生活机能。 临近公园、绿地,拥有宽广的腹地。 中部科学园区的设立,更加速未来的地区发展。 此外,本校提供多项优货的奖助学金与公读机会,协助同学努力向学。 更设有多样化社团,游以合唱团、国乐社、万贤乐社等参加全国竞赛旅获夹击。 卢福群社,配合卫生署与轻浮会,办理山地及偏远地区医疗服务队,造福弱势族群。 除了课堂所学,更培养了同学乐于助人,爱心服务的情怀。 全方位理解多样事物, 使我们的胸襟更为宽广。 展望未来,本校蔡长海董事长宣示校院发展目标。 我们进入世界前五百大。 提升附设医院,成为国际一流的中西医学中心。 分子医学中心,发展为国际级研正研究中心。 我们在近年,已经获得台湾医学院教育评鉴, 以及教学及研究卓越上的各项评量, 都获得良好的成绩。 但是,荣誉是责任的开始。 我们更应该趁这个机会, 全力以赴,做好下一代人才的培育工作。 把握今天,开创未来。 我们持续以积极主动,宏观创新的测试, 拓展学生学习视野, 增进外语能力及培养国际观。 同时,大幅提升学术研究水准, 极力发展本校成为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大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